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根据希腊工会的预计 希腊就业市场可能需要20年时间才能出现明显改善 根据欧盟统计机构资料 希腊目前失业率高达27.6% 根据工会报告 由于受到严厉财政节约措施的影响 希腊雇员在过去4年内损失收入总计410亿欧元 随亚洲货币贬值 亚洲企业面临常债治理的情况 印度情况尤其紧封 印度电信业巨人信实电信 面临常债成本攀高的压力 不利企业扩张 中国大陆国家统计局 二日在官网公布大陆去年国内生产毛额 逐步核实结果 GDP成长率由原先公布的7.8%降为7.7% 这可能是1999年以来 大陆GDP成长最缓慢的一年 全球最大网络公司G1乐天集团今天宣布 将收购全球视频串流平台Viki 乐天指出 此项收购将强化乐天数位内容产品 虽然乐天拒绝投了收购金额 但万电预期收购价大约2亿美元 新唐亚特电视总理报道